你好,我们还在巨树大道里走 前面呢,是一些卖工艺品的地方 让我们惊讶的是今天太幸运了 我们看见了加利福尼亚马路 这种路呢,它是很敏感的 很难这么近距离的与他们接近 这种路的名字呢,也叫四不像 在我前面的视频当中,我介绍过这种路 因为它长的是鹿角,马脸,牛蹄和驴尾 你看它屁股是白白的,没有尾巴 然后它的脸就像个马一样 你看这些鹿啊,它们没有角 因为都是母鹿,要是公鹿的话呢 它头上会长很多很多的角 我太兴奋了,我头一次离它们这么近 你看,不知道为什么这次马鹿这么麻木 看了这么多人都下车看它们,它们也不慌 不忙的过来这个小鹿吃草 看见这些马鹿,我就喊先生 快给我照相,快点 由于他也挺激动的 所以这个镜头都不稳了 看完马鹿,我们继续走 就来到了神秘之树 在车里远远的我们就看见了巨人保罗北洋 还有他的宠物蓝牛贝贝 这是美国的神话中的人物 传说中的巨人乔夫力大无穷 他伐木快得像割草一样 这位巨人还会讲话 当你到来的时候,他会说哈喽 there 然后呢,你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 他还可以回答 在美国呢,很多州 像美因州,密西根州 威斯康星州,迷尼苏达州 威乐港州和加州等 都宣扬说本洋为本地的人物 这还是取决于传送的地方 本洋传说的内容 细节也就有所差异了 你可能到美国旅行的时候 你会看到在森林里 经常会看到这一种雕像 在红杉树国家公园里 这个雕像也成了地标 一般经过红杉树国家公园的人 一定会在这里停下来 因为在这里可以喝杯咖啡 看看工艺品商店买点纪念品 这里还有一座印第安人的博物馆 在这个博物馆里收集了 加州所有印第安部落的一些产品 一会儿我们进去看看 穿过纪念品商店就来到了博物馆 我刚进来就进来 这雕像就是土著的印第安人 土著印第安人很早就种植彩色苞米了 这里的展品呢 都是加州的印第安人的展品 加州它分成了西北东北西南东南 这几个部落的情况 这几个部落的情况 一会儿我们看的时候 我给大家介绍 不同地区的印第安人 他们的首饰他们的衣服 以及他们的用品都是不同的 墙上挂的这些篮子呢 都是装小孩用的优车 当你看到有贝壳来做装饰品的部落 他们一定是住在离海边很近的地方 加州东部的印第安人 他们一般都住在山区里 他们的装饰品呢 明显的就是用一些草桌子 演成颜色来装饰自己 我们都知道印第安人是游牧部落 他们以打猎为生 所以你看他们的衣着就地取材 用动物的皮做衣服 用草编织一些器皿 这是共同的 但是他们的花纹和图腾是不一样的 想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个部落 就看他们身穿的衣服和颜色 基本上就能判断出来 你看眼前这件衣服 是用动物的腿做前面的装饰 再看这件衣服 用草桌的刺来做一些装饰 草桌就是我们说的刺维味 它把那个刺拔下来 然后装饰在身上 看这个小女孩的脸 一看就是亚洲的血统 那么大家都知道 土著的印第安人 他们的长相就像我们中国人似的 很多考古学家认为 他们是从亚洲通过阿拉斯加的白领海峡 到了美洲 具体他们是怎么样繁衍的 由于他们的文化已经失传了 现在已经被欧洲文化同化了 也就是说 印第安人的后代 除了在脸上能看出来一点区别 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都是用英文了 我曾经到过印第安人的部落里吃饭 那里呢都是一些老人 在那跳舞啊唱歌啊 而年轻人基本上都离开了原来的部落 到城里跟现代人一样进行生活 这是一个响尾蛇的标本 这里有很多动物的玩偶 和印第安头领带的帽子 墙上挂的是小孩的摇篮 各式各样的 不同的部落 他们用的材料和形状都是不同的 这样我想起了在东北的有一大怪 小孩生一来放在U车里 和印第安人的文化有点相似 现在的区域是 加利福尼亚东北部印第安人的展品 因为在东北部他们是靠山 离山很近 所以你看他们用草编织的东西比较多 和印第安人的展品 在这里面发现场 在这里面发现场 我们在这个地方 从北部印第安人的展品 让我们的币 在这里面发现场 我们在这里面发现了 我一个人的币 是应该来的 看这里还有印第安人打鱼用的鱼网 印第安人的孩子在摇篮里的照片 看这些衣服他们用贝壳的壳和鲍鱼的壳来做服饰 一看他们一定是生活在海边的 你仔细看这件衣服的装饰品在豪族的刺上挂了一些铜钱 这个草裙也挺特殊的 印第安人很早就知道用彩色石头穿起来作为装饰 再看这个部落用鲍鱼的壳来装饰自己的嘴唇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草边的小筐和器皿用石头做的 真想买几个回来可是人家不卖呀 这是博物馆啊 你看明白了没有 现在眼前的这衣服啊 就是用美国的铜钱来装饰的 而眼前这个衣服的花纹就更加现代一点了 小孩的摇篮也换了材料 用皮包起来 我看一只大鞋 你看像什么 印第安人的音乐是最美的 他们的笛声让你想很久很久 把你带到了远古 参观完了博物馆 我们继续赶路 我只在红森林国家公园里的巨树大道上 打卡了两个点 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观赏的地方 等下次我一定把它们拍出来 介绍给您 你喜欢吗 参观了 非常重要的 精细的